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运动改变生命 奥梦可变成真 运动不单只可以强健体牌 更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港协企奥委会奥梦成真计划 宗旨是建立学生和退役运动员 共同开创梦想的平台 为他们未来的成长路 建立自信和正面的价值观 让香港的体育发展得以成全 奥梦成真计划是由2012年已经开始了 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安排一些计划退役 或者是一些已经退役的运动员 去学校单任教练 将个人运动的专项知识和技术 传授给学生以达至生火相传 计划至今我们已经支援超过了1万个学生 还有有30多个运动员参与 除了恒常校内运动 奥梦成真计划近年也跳出校园 走到社区做推广 2017年11月份 奥梦成真计划就联同运动燃希望基金 合办了燃奥梦明新星的慈善筹款日 希望发掘更多学生的运动潜能 同日也举办了奥梦体色能挑战赛 为大众带来暂新的体色能体验 而在2018年1月 计划更参与有帮欧陆加联华 将计划推广至更广阔的层面 一般来说 运动员是较少接触观众 走入社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他们学习更广泛的沟通技巧 而且我们提供的活动都是非常专业的 例如体色能测试 是可以使参加者了解到自己的专场 从而选择适合的运动 不论对运动员和市民 都有很良好的帮助 运动专项也是奥梦成绩的核心部分 通过计划退役或者已退役的 香港对运动员成为奥梦教练 到学校或者地区做他们的专业推广 也都希望推动奥林派的精神 希望也都带动到学校 整校的体育文化 以及在心智和体格上 希望年轻人有所正面的发展 计划成立至今 不少学生在奥梦教练指导下取得佳職 其中香港航海学校的一对孖仔 盐泽森和盐童禧同学 就成功入选滑浪风帆的香港青少年代表队 而香港道教联合会 圆圆学院第三中学的田径队 也在最近的中学校制田径比赛 创造了开校以来最佳的成绩 学生投入运动 也都为学校带来浓厚的体育气氛 充实又快乐的校园生活 奥梦成真计划就正好提供了一个 有资源有系统的平台 让不同潜能的学生走在一起 努力为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奋斗 其实我希望是多方面的赢面 其实因为我们的奥梦教练 他自己也都是在过程里面 从运动员退役做教练 在学校方面也都我相信 校园的气氛和学生和老师 或者整个学校的气氛都有所提高 而且我们也都会去地区里面做些活动 也都希望将运动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而奥梦成真计划的另一重要元素 就是推动体育能发展 奥梦成真计划在2015年成立奥梦体育能团队 因应不同的专项运动的特性和体育能需要 制定出专项运动体育能图表 教练也都会到访不同的奥梦学校 透过体育能测试体育训练 体育能挑战赛和运动相关的 生涯规划广座 从而提升学生对体育能的认知 帮助同学了解自己体育能的水平 透过这个计划 同学对做运动的动机也大了很多 我们也会鼓励他们培养出恒常运动的习惯 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奥梦体育能团队的教练 本来都是专项教练 又有什么原因令他们转型 发展成为体育能教练呢 我最初加入奥梦成真计划 就只是想做一个空手教练 进去学校推广空手道 不过在我退役之后 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读了运动科学射试的课程 在我读书的过程里面 就吸收了很多不同体育能的知识 也都见到香港学童的体育能水平每房月下 都很希望将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透过这个计划 令到更加多抹药做运动的学生 去做多一点 动多一点 做多一些运动 除了改善他们身体健康之外 也都透过我们设计的体育能专项测试 去找到他们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科目 培养他们的兴趣发展 一生一运动 以前我教空手道 接触的学生不太多 现在做体育能教练 接触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很多 也都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 可以上做运动 所以就慢慢由一个专学运动的教练 变成了一个体育能教练 在奥梦体育能的计划里面 不单止帮学生去了解自己的体育能水平 也都可以帮助到教练去继续进修 去吸收一些多一些不同的体育能的知识 增值自己 也都可以在自己的教练工作上 发展多一个新的方向 譬如不单止做一个专项的教练 也都可以做一个健身教练 或者体能教练 增加工作的机会 发展自己的教练的事业 听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都对奥梦成真计划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计划将会继续 透过运动专项 体肆能计划 和走入社区 承传奥梦的精神